天都黑了 还要来上课 老师抽什么疯了 这教室怎么这种造型 不管了 赶紧去上课吧 老师 我来上课 小子 你来晚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大晚上的 让我来上课 我肯定会迟到的呀 赶紧回座位上去 把昨天的作业拿出来 我要检查 回座位上课已 但是要检查作业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只带了电脑 作业不拿 天天带电脑来上课 已经是你的常态了 今天 我就要好好教训你 老师 我已经收起来了 那也不行 今天必须教训你 老师等等 你看一下天空 天上飞的是我今天的保镖 只要有对我不利的因素 它就会主动发起攻击 一条小虫而已 等我上去把它解决了 就来收拾你 趁他们两个打架 咱们快走 要不然 一会就走不掉了 黑板后面 旁边 还有地板 都被我动了手脚 大家记得替我保密 千万不要告诉他 这两个路头下面是假方块 可以直接通过 来到这里之后 把线和半线勾链接在一起 等会他来了 可以细耍他一下 好了 我们挑个地方玩会我的世界 等他过来吧 臭小子趁我打架 他竟然跑了 你们知道他去哪了吗 都不说 那我就自己找 这地板一看就有问题 卧槽 我这是到哪了 不好 这里好多墨影人 好家伙 这地板太恐怖了 墙上有个拉杆 只要我够快 有陷阱也没事 好像没什么用 天上那是什么 练了两年半的飞腿 还是不行 那他一定就在黑板后面 小子出来受死 竟然不在黑板后面 这里有两个路头 墙上肯定有猫腻 咦 老师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小子少废话 赶紧跟我回去上课 我在这里不动 你过来抓我呀 你最好不要动 我这就过去 就是智商 还想和我动 老师 我先走一步了 这个石棺 是隐藏空间 可以直接进去 墙壁上的开关 不要动 冒烟的地板 也是陷阱 咱们靠墙进去 里面的开关 是我为他准备的大餐 墙壁是假的 直接进去就行了 到了这里 就可以坐在桌子上 放心地玩游戏了 臭小子 等我抓到你 一定让你好看 这石棺一看 就是空间法器 这步咱们直接就进来了 墙上有拉杆 小子 你跑 卧槽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冰猫呢 尝尝我的镭射枪吧 敢和我斗 你还太嫩了点 这凋零王 给我镭射枪 都干没能量了 赶紧进去抓那小 这地板真是防不胜防 好啊 这里放个拉杆 还用墙壁误导我 我这么聪明 肯定不会猜错的 就是这个拉杆了 小子出来了 猜错了 不过臭小子 你也该消失了 老师 你来了呀 那就尝尝我这个吧 世界安静了 可以继续玩电脑了 前面就到教室了 咱们走快点 这怎么还有奥特曼 看来今天的课题不简单啊 小绿毛 我来上课了 小子今天怎么回事 竟然没有迟到 那是自然 我可是好学生 对了老师 这里怎么会有 这么多奥特曼 是这样的 我今天要研究 怪兽之体 所以就弄了个 奥特曼模型 来辟邪 你搞这些玩意 就不怕贝利亚 拿老灯来报复吗 不要怕 他敢来这里 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可恶的人类 我找你好久了 敢伤害我的子民 你是不想活了吗 贝老黑 你竟然敢来这里 那我就送你上路吧 好了 这下可以安心上课了 上课是不可能的 老师 你看这是什么 小子 你关我干嘛 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当然是不想上课 我要跑路呀 趁现在咱们快走 我在教室里布置了陷阱 只有在这边的机关 才能去到安全的地方 到这里之后 就不用着急了 随便找个地方 打开电脑 玩回我的世界吧 臭小子 竟然敢把我困在这里面 算你跑得快 大家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都不说是吧 好好好 那我就自己找 这边地板有问题 小伙子等我进去 你就完蛋了 大 大哥别 你马 敢炸我 这里怎么会有个拉杆 难道 果然那小子留下的东西 不能乱碰 黑板后面一定有机关 咱们过去看看 好家伙 竟然又被坑了 找找其他地方 看看有没有机关 哈哈 被我找到了 臭小子 我来了 原来是老师来了呀 我等你很久了 臭小子 还在这里玩电脑 赶快给我回去 回去是不可能的 送你一场爆炸吧 真是不堪一击 咱们赶快拿上电脑跑路 把墙上的墨影 珍珠拿下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 顺移到火焰门的后面了 在这里面 有我给老师准备的陷阱 一定会让它爽翻天 接下来 我们要在这个门 旁边的甲方块过去 来到这个墙后面之后 就到我的秘密基地了 咱们就在这个拉杆旁边 玩回电脑吧 小子啊小子 你可真难抓呀 这个拉杆有问题 他一定就在这里面 怎么没反应 我尼玛 快跑 可恶 搞这么多 跑也跑不掉 我还是用墨影珍珠 去这个火墙后面 看一看吧 竟然又被他给坑了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路 看来就在这个房间里面了 你惨了 你被我奈何了 这里有假地板 不过没关系填上就行了 臭小子 你果然在这里 你把我坑得好惨 我要现场撕碎你 老师等一下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什么东西赶快拿出来 就是这个 不知道你行不行 前面就是教室了 我们跑快点 好家伙怎么这里全是书 简直就是我的噩梦呀 小子 我已经看到你了 赶紧下来上课 好的老师 我马上下来 刚才是不是我不喊你 你就不打算上课了 你搞这么多书在教室 我真的很想吐 这么好的氛围 你竟然说想吐 今天给你布置点作业 写不完 你不准下课 刚来就让我写作业 想让我写作业是不可能的 我只会玩电脑 你小子不写作业 还想玩电脑 是不是皮又痒了 我可以帮你挠一挠 老师不是的 我只是看你很喜欢书 我今天刚买了一本 不知道你要不要看看 什么书拿出来吧 老师你抬头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现在咱们快走 我在门后面墙上 还有黑板后面都布置了陷阱 我走了以后 大家记得帮我保密 就在我身后的这个书架子 是个隐藏门 咱们可以直接通过 来到这里之后 需要在地上放置几个半线钩 等会老师过来了之后 我要细耍他一下 在他来到这里之前 赶紧玩会我的世界爽一把 这么一大本书 臭小子是想砸死我吗 你们知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都不说那我就只好自己找了 想必他是走这个门跑了 我们快追上去 直接给我干地府去了 小子千万别让我抓到你 这按钮是干什么 卧槽 这玩意有电不能碰 这还着火了 赶紧灭火 不然一会教室都没有了 一定还有别的逃生地方 想必就是这个黑板后面了 小子准备束手就请 我尼玛 竟然全都是陷阱 这个书架子好像有问题 咱们过去看看是不是隐藏门 哎呦老师 你可算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臭小子 你好嚣张呀 赶紧跟我回去上课 想让我跟你回去上课 那你就来抓我吧 我就在这里不会动的 小子你别动 就这智商还想来抓我 咱们赶紧拿上电脑跑路 我身后的拉杆 和这边地上的压力板都是陷阱 真正的入口就在这面墙上 进来之后就是我的秘密基地了 咱们就在这个按钮旁边玩回电脑吧 小子挺会玩啊 我倒要看看今天你能跑多 不小心踩到了臭小子的陷阱 这个拉杆是什么玩意 再拉一下 哎呦我去 我勒个大豆 全是 又被那小子炸 我真的服了 他到底藏哪了 这里有个地板 慢慢的 小子 我看到你了 臭小子 今天我看你往哪里躲 给我受死吧 想抓我 你还早了一百年呢 你看你头上是什么东西 什么也没有呀 这么大都看不见 我看你的眼睛已经废了 我看你的眼睛已经废了